欢迎回到玩摩会分享时间 我是大圣 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的是由黑曼8出品的LS01P 赛星鬼怪战机 也就是赛星云版的弹机周斯 那这款玩具呢 说实在的 在刚所没分享几期之后呢 就已经出了这款玩具的一个样品 所以说黑曼8家的这个产能啊 真的是让我非常佩服 虽然样品出的快 但整体素质是非常高的 那这款配色呢 确实在电影中是没有出现的 因为这款配色是模仿 09L级红蜘蛛的这个赛星文 进行一个重新喷会的 但是这款玩具反倒是让我想起的 最近闪电变成红蜘蛛 红蜘蛛变成闪电的一个梗 那说不准 换一个红蜘蛛的头 这款玩具也就是红蜘蛛了 那整体的配色呢 首先来讲一讲整体的金属质感 这一次的这个钢色的一个发色呢 是发深的一个钢色啊 从这个镜头的角度来说 是更加的发亮一些 但是实际上拿到手 这个颜色处理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整个的漆面感也是处理的很好 相比于他家的这个红蜘蛛 我觉得这一次漆面也做了相应的处理 上面有一层像UV7的一种漆面 作为一个保护 但是整体不是那种油亮亮的一个感觉 而且摸起来的手感呢 非常有这种磨砂的质感 整体玩具呢 我把玩了好几次之后呢 这个赛星文 没有任何的刮漆 我觉得这一点呢 真的是黑漫巴不断的在进步 而且呢整体的分色来说 这个赛星文真的也是很好看 从这种白色 这种绿色 黑色的这种感觉来说 哎 真的很漂亮 鸡头部分呢 也是有赛星文的刻画 并且呢 鸡头的部分 前面的一个位置呢 有一些烟熏效果 鸡头的前端部分呢 是纯黑色 整个的鸡舱部分呢 是红色透明件 并且可以打开 由于我手上没有这种特别小的投影战士 所以呢 没办法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但是呢五号电池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一个展示 所以说这个机舱里面还是挺深的 可以做一些斯派克一样的小人 而且呢 红色的机舱显得更加的邪恶 包括后面腿部曝露出来在飞机形态下的一个感觉 这样看起来也是非常和谐的 因为整体是赛星文的配色 加上这个脚掌部分也有赛星文和一些金属色涂装 显得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像辅助尾翼的一个感觉 要比原色看起来好看不少啊 整体的一个效果也是好看不少 从侧面来看呢 这种飞机尾翼延续到后面 整体金属色的一个发色 加上赛星文的一个刻画 也是很漂亮的 底端部分呢 给大家看啊 一如既往的黑曼巴风格 这种精涂做工 加上这种细节的刻画 确实要给黑曼巴一个赞 但是我唯一不满意的 可能是这个导轮部分 上一次也是 这做成了一个造型轮 这一次也是做成了一个造型轮 如果变成了真实的导轮的话 这个推机形态的话 或许会更加的棒 那整体的一个玩具呢 也算是非常大的 给大家拿这个小尺量一下 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展示吧 好 到尾翼端的部分 应该能达到36 36.5 就是说 飞机形态还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不废话 我们直接开始这款玩具的变形 那这款玩具变形啊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导弹部分 它是有两个插拔件 我们需要把它 拿下来 好 导弹部分的两个插拔件呢 拿下来 但是呢 这个位置呢 在我的样品方面呢 可能是有些 刮期一期的现象啊 因为这整个漆面呢 也都有金属色的涂装 所以呢 这个插拔的地方 是有一些微微刮期的 导弹部分呢 前端是有红色的涂装 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把整个机翼的这个部分往上抬 往上抬起来 抬起来的时候呢 可以看 这个部分是有一个凸点 领和腿部的一个凹洞啊 是需要把它结合的 然后呢 把这两侧都是一样啊 给它往左右两侧给打开 首先呢 我们先来变形这个后机翼的部分 机翼左右两侧呢 都是可以折叠的 我把它选择在这一侧进行一个折叠 然后呢 把这个底端部分挑开 整个地方挑开还是非常紧实的啊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有一个凸 有一个凹洞啊 这个凸非常结实啊 整个的这个部分 把它折叠过来 可以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凸 这里面有一个凹洞啊 凸和凹洞是需要折叠的 OK 把它折叠过来 OK 那机翼的部分呢 先不用去管它 我们先把腿部进行一个解锁 那腿部左右两侧的一个解锁卡垫呢 就是这个泡管左右两侧的凸点 我们需要把它给它解开就可以啊 还是非常结实的 这一侧呢 也是非常结实 有点减 OK 两个脚掌解开之后呢 我们把它整个沿着根关节部分旋转过来 然后呢 这一侧又给它旋转过来 把整个膝盖部分朝外就行 这一侧也是一样啊 整个的这两个圆端的部分是朝前的 然后脚掌部分 我们把它平放就可以了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做的是 把整个的这一个脚掌 我们把它抬起来 并且呢 它是有一个横向的轴 把它抬起来 那这个地方呢 是需要有两个地方进行一个解开的 首先呢 是手臂的这个位置 我们把整个的手臂拉开 可以看啊 这个部分是有两个凸点啊 是和手臂内侧 你使劲往下拉 它是有一个槽是需要结合住的 到明显 你滑到这个地方 它就有一个卡顿点 然后呢 另一侧呢 是整个机头的部分 整个机头部分是有一个大的卡扣 可以看啊 解开之后呢 把整个的 把整个机头的部分往上 往上提 提到相应的位置 可以看 这两侧呢 是各有一个凸点 它里面实际上有一个卡 洞的一个位置 把它卡住 这里面又有一段式的关节 把它卡进去 OK 那么脚掌部分呢 再给它翻置下来 两个脚掌沿着内侧 它是有一个 往里折的一个关节啊 这个地方啊 两个脚掌的部分 往里折 把它大力的卡住啊 这个部分 可以使大一点劲啊 卡住 然后呢 把整个的这个盖板的部分啊 这个地方是稍微有点松的 把它平放 并且呢 把它放下来 OK 放下来 然后呢 手臂的部分 把它旋转过来 把整个的手部 给它翻折出来 这边呢 是有一个凸点 我们把它稍稍往这边 呃 移动一下 它这是挡住手臂空缺的一个盖板 然后呢 把整个手炮的部分 给它拉伸出来 那一只手呢 就OK了 那另一只手呢 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把整个起坐架的位置 给它收纳 然后呢 把整个机头的部分 先往下压 把这个卡扣解锁 然后呢 把左右两侧给它 往外打 往外打的同时 可以看啊 先把它往外打 可以看手臂的内侧 这个地方是各有两个长形的 像一个卡扣一样的东西啊 我们需要把它给它挑出来 再把整个的机头部分 通过双动关节 给它折到这样一个位置 进行一个装饰 好 那整个的头胶部分呢 先把它安插上去啊 来 我们接下来要变整个的背包部分啊 首先呢 把这个喷射口的部分 给它旋转过来 这一侧呢 先折叠 折叠 可以看 这上面有一个凸 上面有一个凹洞 把这个地方折叠 并且呢 这个尾尖的部分 把它收纳折叠 把它卷到一起 就可以了 这个背包就变形完成了 还是很爽的 这个设计呢 也是要感谢一下官方原版啊 真的是一个非常爽的设计 再来变一变啊 这一侧给它卡到里面 并且呢 折叠 卷过来 这个位置 折叠 给它 卷过来 卷到里面 好 那整个的一个玩具呢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雏星 然后把这两个导弹 收纳在这个位置 左右两侧 各插一下就行啊 好 那么我们的帅气的赛星文版的 但奇宙斯呢 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那整个玩具呢 从载具形态变成人形 确实啊 非常精彩的一个变形 这个也是要感谢一下原版的设计 但是呢 整体涂装确实天光天彩不少 从载具形态变成人形形态 确实也是一次滑丽丽的变身 整个的细节呢 把控的也是非常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说一说头雕 这一次呢 也是附赠了一个震荡波的头雕 并且震荡波的头雕上面也是有赛星文的刻画 刻画的一个程度呢 非常细致 眼睛部分呢 有一个红色的涂装 替换呢 也是和氮气宙斯是一样的 氮气宙斯上面也是有这种赛星文的刻画 眼睛部分是有红色的涂装 包括四颗护眼也是有红色的涂装 看起来效果真的是非常漂亮 替换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插拔件的一个感觉 整个插的一个样子还是非常不错的 前面的胸口位置呢 是有两个小加特林 上面有金色的点缀 包括红色的纹路 加上金色点缀的细节非常多 整体在玩具上面体现的也是非常多 整体金色分成红色 红色里面有银色的细节 蓝色的管路点缀啊 也是处理非常不错 包括喷热口呢 这种呈现的赤金色的一个涂装 也与金色进行了一个分色 显得更加的漂亮啊 那肩膀的部分呢 整个的肩甲部分是有赛星纹的刻画 而且呢刻画的一个分色程度也是非常高 给大家看一下啊 平举包括旋转是没有问题的 手臂部分是齿轮关节 在旋转的一个程度上 是听不见声音的 但是在平举的声音 齿轮关节的轻缀程度非常高 阿头基的部分 360的旋转是没有问题的 手轴的活动性呢 也算是非常中规中矩啊 活动性算蛮大的 边缘线呢 是有这种点缀 这种点缀呢 相比于原色版本来说 更加凸显这款玩具的一个邪恶性 手轴的部分呢 是一个动动手 但是细节还是做的不错的 刻画刻线呢 也是非常深 整个的这个喷射口的位置 是金色涂装混搭赛星纹 包括收纳炮的这个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是有一些烟熏涂装 拉伸出来呢 还有一段赛星纹的一个刻画 这一点真的是给一个赞啊 很漂亮 另一只手呢 就是鸡头的位置 刚才写红色的一个机舱部分 看起来这种点缀方式是非常好的 这种鸡头的烟熏效果呢 加上这种赛星纹的刻画 也变得非常不错 包括里面的这个细节 虽然是没有在飞机形态进行暴露 但是整个金色的涂装 包括赛星纹的细节 真的无不彰显这款玩具的一个精涂样子 里面的细节丝毫不马虎啊 都有一些刻画 涂装也是非常精细 腿部呢 采用齿轮关节 前踢 后踢 后踢呢 得把尾翼部分处理一下啊 后踢 侧踢 整个一体性 做的也是非常好啊 但是我这款样品 可能在晃动的时候 这个腿部呢 还是稍稍有些松 但是我这个松动呢 是在使劲大力晃的情况下松啊 但不是这种啊 就是我请起来 不放 它就松 这种呢 要大家知道一下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大货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还会更加紧实 包括膝盖的部分 这些赛星纹的刻画 很细致的一个赛星纹刻画 处理也都是非常好 里面细节呢 也是给大家有的 然后呢 把膝盖部分啊 稍微调整一下 里面的这种涂装呢 真的很细致 膝盖的部分 也是丝毫不满糊 这个地方也有金色 和这种管线的一个刻画 非常漂亮 整个脚掌部分 采用了合金键啊 而且呢 给大家听 声音是非常给力的 脚掌合金键的部分呢 也是有分色 包括后脚掌部分 也是有分色 整个脚掌底端的部分呢 也是进行了一个填充 相比于原版来说 更加的扎实稳固啊 大家翻制到背面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背包吧 说是背包吧 其实也不能叫做背包 整体收纳处理 也是非常好 鉴于零 这个黑曼巴01的时候 就把这个尾翼 从底端部分提高了 所以呢 这个美形度来说 也是非常不错 如果觉得 整个后机舱的部分 有些空 你可以把整个的尾翼立起来 这样饱满程度 也会非常高 这个喷射口的位置 可以放下 可以举起来 我个人是喜欢举起来 并且从后面的角度来看 这些赛星人的刻画 更加点缀这个玩具 整体的这个邪恶感 包括底端的部分 给大家看啊 该填充的部分 这个黑曼巴 全部把这些位置填充 所以呢 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赞 所以这款玩具 整体来说 无论是涂装来说 还是材质 还是配色 还是整体的这个效果 这个真的是 让大圣找毛病 大圣也没有办法 去找毛病 唯一让大圣不满意的 可能是这个轮子啊 是一个造型轮 然后呢 希望大货的时候 再把松紧度 调的更加的匀称一些 更加的舒适一些的话 这款玩具 真的是非常推荐给各位 那么好 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关注我的视频空间 也可以扫描下 视频下方的 二维码进行关注 希望各位 多多点赞 投币支持 那么下期 我们再见了 拜拜